今天也要特别的跟我们的护理师们 到一生护师节快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谢谢他们护台湾驻世界 5月12日是南丁格尔女士的生日 因此也被定定为国际护师节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发文 向辛苦的护理人员致敬 贴文一出也涌入网友满满的感谢情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只能待在医院 互助彼此护师节快乐 拍摄影片分享温馨时刻 非常谢谢大家 护师节快乐 对医护人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起来 就辛苦了吧 因为这样疫情下来也快三个月了 所以我觉得都要对他们感谢吧 因为台湾已经 现在疫情已经慢慢趋缓了这样 也有商家发情用掌声鼓励 医护的活动举起布条 用广播号召民众一同参与 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代表着对防疫英雄满满的感谢 这段时间我们第一线的这个 护理师们都在前线为我们把关这个 我们在这段防疫期间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特别感谢这些护理人员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口罩在脸上压出的勒痕 在疫情中是个光荣的印记 也谢谢医护人员的努力 才能守住台湾家园 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我们下期见